從前我們的做法 大部分都還是直接就燒掉了 那這個燒掉這些木材 我們會產生多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140立方米的木材 換算過去的時候 有120萬噸的二氧化碳 好可怕喔 我們不但沒有把它固碳 是 我們還反而讓它發揮出來 沒錯 各位全球大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核心協力救濟球 我是郎祖雲 我們已經做過調查了 大部分的人跟我一樣 都喜歡用木質的傢俱 尤其是如果說是整塊木頭做出來的 多好啊 又香又耐用 放在家裡質感又好 增添了整個裝潢的氣氛 可是我們呢 當用的木材 99%是仰賴國外進口的喔 你有沒有想過 它的碳排放碳足機有多麼的可怕 而且家具用舊了以後 您是怎麼使用呢 您是把它直接丟掉 還是把它當柴燒了 還是請二手商來搬運處理 還是交由環保單位來處理 這其中的學問很大喔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 我們這一些呢 進口就是這些木材家具啊 這可都是不是柴喔 木材不是柴 好嗎 來我們來介紹今天的地球守護者 歡迎我們到四大金猜 四大金猜來挑戰 潔能減碳我最讚 耶 今天的地球守護者 是三位來自同一家庭的親姐妹 和大姐好友 沈家三姐妹 平常喜歡逛家具行 布置家裡 不能用的舊家具 也會請環保局來處理 張婉婷會將用不到的家具 捐給社區使用 是落實環保 在生活中的模範寶寶啊 家裡有沒有曾經有過經驗 就是說家具舊了 你們會怎麼處理呢 資源回收 就請環保單位來回收這樣子 那婉婷家裡呢 有拿去捐給社區 然後使用 對可以有跳蚤市場嘛對不對 有時候可以做交換嘛 至於這些木材 我們該怎麼樣來使用呢 用舊的家具該怎麼辦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 今天對於我們的森林 還有木材這方面的經濟 都非常瞭解的專家 邱祺榮 邱教授好 大家好 邱祺榮 現任台灣大學森林環境 既資源學系副教授 對於台灣的木材回收 極再利用處理 可是非常有研究喔 我們呢 這個題目如果各位答對十題以上 就有機會讓我們現在看起來 比較炎熱的環境 變成藍天白雲 然後我們這個階段的問答題呢 答對一題有一分 然後有五秒鐘的思考時間 有把握嗎 有 好 來看看今天木材不是材 第一題 現階段台灣飛機木材回收率大約是多少 一 百分之五十 二 百分之七十五 三 少於百分之十 全體默 gate 全體默 三 三 三 二 三 怎麼戰 什麼照》答 三 三 少於百分之十 對 還是錯 答 對了 而且根據邱教授給我們的一份 資料 其實所謂的廢木材 我們大部分都是來自於 一般家庭的櫃啊 桌椅啊 當然還有一部分是辦公室出來的 对不对 都是跟我们身边有关的 好 来看看下一题 台湾最常用来处理废弃木材的方法是 一 直接烧掉 二 当成木材 三 打成碎片制成纸浆 好 请做答 三 三 打成碎片做成纸浆 对 还是错 好 我们现在大部分还是给它烧上去 真的是非常的浪费 你看 如果我们可以打成变成纸浆 或者是打来做别的事情的话 它其实可以再回收 好 下一题 如果台湾木材回收率提高到六成 每年可减少多少木材进口 一 八十万立方公尺 二 一百万立方公尺 三 一百四十万立方公尺 好 请做答 第二 是一百万立方公尺 对 还是错 对 还是错 错了 正确答案是一百四十万 现在我们台湾一年的木头的需求量呢 是七百万立方公尺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回收的话 就会当场少掉两成 没错 我们当然说从前我们的做法 大部分都还是直接就烧掉了 是 因为这个烧掉这些木材 我们会产生多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首先我们大概让大家对于 这一个我们的木材 换算成二氧化碳先有个概念 我们一讲的一立方公尺 大概是五百公斤左右 这五百公斤里面含的碳量 又是大概是一半 就是两百五十公斤的碳 那这个碳换算成二氧化碳的时候 依照它的分子式 就是变成乘以十二分之四十四 就是三点六七左右 所以等于是一立方公尺的话 大概有九百一十六公斤的二氧化碳 高耶 是的 所以你想一想 一百四十立方米的木材 换算过去的时候 有一百二十万吨的二氧化碳 好可怕 我们不但没有把它固碳 是 我们还反而让它发挥出来了 没错 然后再加这个燃烧的这个部分 是 从它砍发我们还没算 只是算它燃烧这个部分 对 很可怕各位 难怪现在冷气会开得这么凶 因为地球真的太热了 是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来 下列哪一种是飞气木材 回收再利用的方法 一 修好了继续用 二 当成燃料发电 三 拆成木板再利用 四 以上皆是 请作答 四 第四 以上皆是 对还是错 答对了 哇 这几种都是很好的方法 刚刚都很聪明 都听到教授说的内容 好 再看下一题 下列哪一种是飞气木材的载制品 一 隔阶木板 二 衣服 三 雨伞 四 以上皆是 请作答 一 一 对还是错 答对了 好聪明啊 这个姐妹童心 泥土变黄金 下一题 飞气木材在利用后 所剩下的木屑 还可以做成 一 室内方向剂 二 堆肥 三 公园步道扑面 四 以上皆是 请作答 四 第四 以上皆是 对还是错 答对 好厉害 好 既然大家都知道 它的回收有很多的方向 那我们现在也借用一个图表 请我们的教授来帮我们解说一下 我们大概首先 如果可以再修缮使用的 我们大概就直接修缮使用 那有一些是拆解 回收 的部分 就是它回到它的原型 再去做组合式的一个情形 那不行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把它做初步打碎 有的再做细部打碎的工作 那有的可以去做堆肥的部分 那另外 如果你在细碎之后 变成一个木质的一个力量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去做纤维板 所以大家看 有些家具 它的木板其实就是很细的 这些纤维 木质纤维所构成的 从它的侧面看得到 对 它像是这样一条一条 像纤维一样的 那有的是 就有粒片板 塑合板 那塑合板就是在加入一些 这个塑胶的一个 塑化剂的一个情形 让它变成 强化的一个部分 加了胶质 把它粘住一样的意思 没错 那有的就是直接打成一纸浆 然后可以去做造纸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还有另外就是说 那只要说巨大的 比较大型的这个废弃物呢 它会有一些 比较不同的合作吗 包括说官方的 环保单位的或是民间机构的 是的 我想现在有很多的家具再生工厂 所以我们可能透过很多的相关的公益团体 或者是学校进教合作等等的一个情形 最主要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 让大家透过家具再生的一个程序 让你有一些收入的一个情形 所以现在有很多长期是在做展售 或者是捐赠给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机构 可以来做这样子的 避免它在做一些支出的一个情形 那这也是刚才我们谈到的 有一部分的话 那就是配合做燃料使用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有的是变成再生材料 所以我们有一些绿建材的一些材料 就是我们讲 从这个再生材料来制造的一个部分 这个绿建材这个标章 上面就写了绿建材 对 如果说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将来要添购不管是隔间 或者是说装潢的时候 可以多选择这样的 因为它是再生的 而且它是永续的 它是从永续的林木来的 或者是再生来的 对 绿建筑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这个堆肥使用 因为现在大家都强调有机的这一个部分 那透过这个木屑的发酵 让它变成是再回归自然 我想这也是一个堆肥的一个来源的情形 那我们想这里最不行的时候 就是你在焚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的其实是 事实上我们在焚化炉也对 它在配合燃烧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是有一部分发电的 是啊 就配合变成我们的电能 是的 是的 但是在日本的话 他们现在有的发电厂 直接就是把木材配合着 直接就配合它一起来做 发电使用的部分 所以这个还真的要我们的工部门 整个要做一个很聪明的配套 没错 没错 我们然后民间再一起努力 是的 谢谢 谢谢教授 谢谢 我们再来下一题 每回收一公斤 废弃木材再利用 可减少多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一 一公斤 二 两公斤 三 三公斤 一 还是三公斤 三公斤 好 请作答 三 三 三公斤 对 还是错 其实这个数字怎么来 是根据了这一公斤的木材 从它的种植 砍发 运输 一直到最后它废弃 所产生出来的 它就是有三公斤的二氧化碳 所以如果你能反过来回收它的话 你相对的就少掉了 三公斤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再来看下一题 2012年环保署统计 台湾废弃加剧回收三万多件 减少17公斤二氧化碳排放 这个数字相当于少砍了多少棵树 一 一千颗 二 一千两百颗 三 一千四百颗 答案是 三 三 一千四百颗 对 还是错呢 每一棵树事实上可以有12公斤 就是说它可以吸附二氧化碳12公斤 那17公斤的话来除一除 就是相当于一千四百颗树 是这样算出来的 那我们再请教我们的这个邱教授 实际上你有讲到所谓的固碳力 那树还活着的时候 它其实固碳力就很好 对不对 那我们砍掉它的时候 是不是它就被破坏了 还有是不是木材越贵的 木质越好的 它的固碳力就越好呢 好 我们请我们专家帮我们来聊一聊 树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透过光合作用把碳固定在树木的这个 也许是在树干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把树砍下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碳还是在木材上面 那在这个燃烧或分解的过程 它就会把这个碳回到大自然当中 那其实你只要把它从林地砍下来之后 变成木材 变成家具 变成各种的部分 你只要好好的保存它的话 这个碳就已经固定在这里 所以你真的要让林地 发挥这样子固碳的作用 其实就是要把它砍下来 变成我们一般的 木材制品的部分来做使用的部分 但是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说 在应该可以砍的地方才去砍 不能砍的地方太陡了 或者是环境比较敏感的地方 野生中物的重量起起地 我们是不做这样子砍爬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 是不是越贵的木材固碳能力越好 那我们固碳能力其实就是看重量 你相同的体积 如果你越重的话 它的碳量是越多的 同样的体积重量比较重的 事实上就是密度比较高 是的 所以那密度比较高 硬度比较大 人家都比较喜欢这种木材 是 好 谢谢邱教授 我来看一下你们这个阶段的拿到六分 好 我们现在要请大家来看一段影片了 事实上呢 这个手作或者是重制家具 你只要发挥一点巧思 谁都可以做得到 现在呢有一群人 这三个人呢 是他们家里面三代都是做木工的 那他们不只是把自己的手艺保留下来 同时还教导很多的人 在家庭主妇或者婆婆妈妈 都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重新给这些家具新的生命 我们来看看新木工达人哦 森林是地球的肺 是地球生物圈中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 因为人类对木材的需求 木头经过砍伐 运输 再制变成可用的木材 木头有固碳能力 根据统计 每公斤木材燃烧会产生1.7公斤的二氧化碳 木头若是回收再利用 可以做成再生木制品 或是雕刻艺术品 木工厂的主人五家三代都是木工 为了议员学员们的木工梦 与木裔创作者合作 将木材回收再利用 制成美丽的艺术品 这也是当了一辈子木工的吴朗先生 不曾有过的经验 那些木材都没有挨 在那里就没有挨 没有挨 在那里就没有挨 我们在那里是要用的材账的案子 我认为原本是六天的人 快乐的人 我认为是一个快乐的班牙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一代 我们的儿童 儿童 儿童 让你了解说 这块这么败的东西 可以变得这么漂亮 我们要绣着手 珍惜垂手可得的木材 废物也可以再利用 新一代木工不再买新的木头 而是结合创意 让木制作品有新的展现 那几朵花做活动的好了 好 好 好 背着有一点电话 拉起来 对啊 本来它是一个废木 结果它居然能够做一个 它大概可以陪伴我 二三十年的东西吧 原来木头不只是木头 暗庶木的观念 只要发自内心的真诚 保护森林的思想 透过行动中 就可以变得真实 接下来再去台铁车站看看 有另一个木材 回收利用的例子 原本躺在铁轨上的旧枕木 经过木工师傅妙手回春 变成高贵的书架及木椅 再度以新的姿态 服务台铁乘客 把我们台铁区不用的这个东西 拿来再利用 一座书架 然后还有一个提供这个 可以坐下来安静阅读的一个座椅 各一座 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这个书架是全台铁第一座 也就是唯一的一座用枕木做的这个书架 慈济志工与台铁的另类合作 搭起延续雾名的美好桥梁 也让木材回收再利用 再创木材生命的第二春 好 你看到我们这些婆婆妈妈 自己做完成品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有多么的开心 然后呢 也觉得 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嘛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影片出什么题目 来 每公斤木材燃烧时 会排放出多少二氧化碳 好 请写下来 三位 KG 好 1.7公斤 对还是错 答对了 没错 好 来看看解答 根据统计 每公斤木材燃烧 会产生1.7公斤的二氧化碳 有给它看得懂上色 来看下一题 来 台铁使用什么 设成书架和木椅呢 什么样的木头呢 这个 没有看到 好 答案是整木 对还是错呢 答对了 看看解答VCR 我们这个书架是全台铁第一座 也就是唯一的一座 用整木做的这个书架 好 有没有想要再追加分数 好 我们的婉婷要问老师问题 来 张家你好 我想要请问说 我们可以自己去捡漂流木 回来使用吗 我想很多人都以为 漂流木是无主之物 但是你想一想 它原本生长的地方 可能是在上游的话 就是国家的土地 国有森林了 国有森林的部分 所以它的本身就是属于国家的 所以它今天漂流下来的时候 你如果减食的时候 那你就很可能变得窃盗 侵占 侵占等等的这些罪 当然政府因为它有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完全清理 而且也对于叫没有价值的部分 它也会提供给民众减食的部分 所以你一般都是以一个月 一个月之内 它会把所需要的这个部分去做筑记 然后呢 它有价值的它会拿去做拍卖 把这个钱再回到这个国家里面去 森林里面再去中心做保育 其他的它如果开放减食的时候 那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问题能不能给分 提醒好多人注意哦 是的 没错 好 当然不止是这样啦 我们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十座题 今天我们既然讲了这么多 再生的木制品 想让大家来睁开一雪亮的眼睛 找找看谁是真的 今天的十座题 请守护者从现场的六种木制品中 辨别出哪三样是再利用成品 计时一分钟 达到一题就可以获得两分 计时一分钟 来请开始 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两个很漂亮的木制家具 一个是小茶几 一个是椅凳子 这一包是什么呢 太古包 中间还有那个 很像洗衣版的这种版 还有很漂亮的笔 跟一个艺术品 来 检查一下 到处十秒 到处十秒 八 七 确定了吗 五 确定吗 三 二 时间到 好 他们选出来呢 这一包不晓得是什么 太古包 再来呢 这个长得很像浪板的这个东西 再来呢 有一些漂亮的笔 他们选择的第一包 这一包是对的吗 答错了 这一包不是 好 第二个呢 是不是 答对了 这是正点 没错 第三样 这一些漂亮的笔 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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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请问一下 这个是墓穴啊 那第三个在哪里啊 这一个 这一个 那个再生家具 再生家具 教授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我 我自己真的也看不出来 是哦 因为这个是我们从 那个再生家具行里面借来的 哦 所以我可以确定 这个是再生的家具 我懂了 他这个外型看不出来 可是他原来不是这个样子 是的 他就被修过了 对对对对 他做了一些勘签 对不对 然后做了一些美画 他就变成了一张新桌子了 所以这也让你知道 其实再生的家具 不见得是大家想象中的 他很漂亮耶 是 就是好像很丑 很旧的样子 对 它不见得有古丁 它是完全像新的一样 是的 恭喜 四大金钗在这个地方呢 得到四分 恭喜 到底有没有机会 让我们现在炎热的天空 变成蓝天白云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分数 期待我们的天空 可以变成蓝天白云 看看我们四大金钗的分数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六个灯 七个 八个 九个 再来 十个灯 有没有更多 十一 十二 还有没有 十三 还有没有 十四 再来 十五 还有没有 十六 十六 哇 哇 哇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有没有 这个气氛变得很好 谢谢大家的努力 让我们整个现场的气氛 整个气氛都变成蓝天白云 非常的舒适 今天的四大金钗队 在问答题中 答对了十四题 再加上主动发问的加分 总共获得了十六个灯 成功地帮助地球降温 你也想来守护地球吗 赶快来报名吧 请各位就这边来 我们要致赠各位呢 一个环保铺满 当作是一个纪念 同时也有实质的使用 请教授来为我们颁赠 这一个环保铺满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把省下来的水电费 或是其他的资源的费用呢 把它存到这个铺满里面 将来有一天把这个铺满 捐赠给致力宇宙环保的单位 或是机构 让他们能够永续经营 各位朋友 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您组队参加 不管您是任何的关系 同事 家人 或者是同学 都欢迎你四人一组 来报名参加 我们一起认识环保 同时致力的实行 让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协力 救地球 谢谢您今天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教授 谢谢